今日同大家分享 蝴蝶村公屋一到二人单位装修设计 单位实用面积153尺,做开放式 入门口做一个私自柜 中空为加灯带装饰 底部同样做中空,可以摆拖鞋 旁边就做600深度顶衣柜 留下雪柜的空间 在旁边就做装饰柜连伸宿餐台 细空间做变形傢俬最实用 去到睡房空间 睡房就做开放式 不会遮挡客厅的自然光线 床就做三尺单人有压床 如果两人睡,可以做四尺 床尾就做个矮的电视储物柜 举边角记得做圆弧处理 去到随房 随房就正常做L型厨柜加吊柜 留下洗衣机的位置 地砖墙砖重新铺座 天花就做女天花啦 最后去厕所 厕所门就做PD门省空间 厕所内做洗手柜加智能镜柜 浴瓶就做钻石形玻璃浴瓶 地砖墙砖同样重新铺 加上女天花 精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